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美国发动了全面的反俄混合战争 两个核大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是十分现实 俄冲突中各种武力和非武力的行动相互结合 体现了混合战争的典型特征 研究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混合战争的形态和特征 可以发现影响混合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的三种要素 在军事理论上可以把它称之为战争的阻力 磨损和润滑 阻力现象可以解释为什么战争的进程超出预期 预测战争磨损可以及时调整作战计划 除错武器装备的供应实施人员的轮换 而润滑因素可以减小战争阻力和磨损 对军事行动进程的影响 混合战争是国家间的新型对抗形式 要充分的考虑阻力润滑和磨损的因素 制定